我找到一个这个WooCommerce的资源外挂 那它其实是 就是它很多功能是要付费使用的 那不过没有付费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基本的使用方式 那它的好处我觉得就是很简单 就是不会有太多设定 其他的资源系统虽然说它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就是不一定要用在WooCommerce 这一套一定要用在WooCommerce 那可是它们的设定都很复杂 比方说你要设定不同的部门 然后一堆设定就对 看起来很恐怖 那这一套还不错 就是很简单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用 你装起来之后呢 就会多一个选单 那里面只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设定 那一个是tickets 那tickets就类似我们的文章列表 商品列表 订单列表 先等一下再看 那我们先看设定 那设定你看一下下半部 其实有这个 橘黄色都是要付费版才能用 它的付费版是在Cocayon上面来购买 然后免费版就是你要第一个先选一个页面 它会自动把这个它的功能加在这个页面 它也不是修扣 所以你不能随意加在你要的地方 它一定要选一个页面 然后你可以新建一个新的或原本的 然后它问你你要把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这个表单 加在原本内容的前面还是后面 预设是后面 然后我没有改它 因为反正我内容是空的 我就没有前面跟后面的差别 那再来就是一些颜色的设定 然后通知信 那它的通知信我觉得比较阳春 就是它的它寄给顾客 跟寄给管理员设定的 这是同一封信 所以它不能 而且它回答跟新建 也是同一封信 所以这个是比较阳春一点 那储存就可以用了 好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页面并没有修扣 那就自动把我们加上去 然后打开这个页面 我把它叫Support 那就会出现 一开始你还没有买任何东西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串话 跟你说看起来你还没有买到任何东西 所以你要有买东西 才能针对这一个购买的商品来做客服 所以我就去在这一个使用者 其实同一个管理员自己扮演顾客 好 那买了东西之后 我就可以选这个新增ticket 好 那这里可以先选你的商品 所以我是针对这个年轿会员 因为我也只买了年轿会员 如果我是比方说是商品的网站 我这个网站有几十个商品 那我真的就可以去选 不过到时候就乐乐场 我觉得这个也是 阳春有阳春的好处 也有一些坏处 好 然后就是你的标题跟内容 就是相当直觉 然后新增媒体 你可以插入这个图片 好 那他好像也不能关闭 不知道付费的能不能关闭说 这个就是如果付费是可以 不要让他上存档案 那反正就是先这样子 他目前有的功能是这样 这个其实如果真的要做 我们应该也可以藏起来 不然就是你媒体不会一堆东西 我还没有测说如果我是顾客 那这些图片不是我上传的 我会不会看得到 那可以再了解 那就把资料写在这里 然后伸出去 就会多一笔资料 然后第一笔发出去 他的状态是open 那这个时候顾客提交了嘛 那换管理员了嘛 一来一回嘛 所以管理员就来看Ticket 他可能先收到信 然后Ticket这边看到有一个是open的 好 那我就对着他按一下 这个画面其实也很良存 好 他并不是点进去 他是在这一个 这一个页面 你看他这个网址都没有变哦 好 然后 如果你想要回应他 你就按new message 然后就回应 好 回应完送出 那就会多一笔资料在这里 然后再来回来 回完之后 他就变pending了 就是有回应 那如果说你是管理员 你觉得已经回应结束了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可以把它选close 那close之后就不能 这个讨论串就算关闭了 就不能再加东西 他要问问题就要重开一个新的 那如果是新的 如果是付费的话 他还可以reopen 再重新 就是在旧的那个讨论串 再加新的内容 可是这个要 这个要付费 然后自动结束 比方说过了七天啊 或过几天会自动 然后会发notice给顾客 说因为我们已经七天了 没有收到你的后续的回应 所以我们就把它提给关的 这样子 cruising delay days after notice 就是收到这通 这个通知之后 再过一天再关 好 所以如果七天都没动作 发讯息 发通知 通知一天之后也没动作 就关闭 这个是付费的功能 那 顾客 就可以在这边看到 他可以点这个名字 就会看到 最早是顾客问嘛 然后管理员回答 然后顾客说谢谢 然后 他也可以再回答 new message 就再回应 就再加上去 这样子 那 这个排序 他也不能选 就是新的再上还是旧的再上 那就是旧的再下 以他内定的做法 就是旧的再下 最新的再上 就很简单 但是 没有太复杂的设定跟使用方式 所以 也许 有些状况可以用得到 那就先说明到这里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